这是你们的夜影 相学中认为 智的位置与人的命运息息相关 不同部位的智 对人的运势都有不一样的影响 即使是同一部位的智 也有善智跟恶智之分 善智才能产生积极影响 那么生在头顶上的极智 代表着什么意思呢 一 发中有智逐富贵 头顶发中藏有善智 开运能量强 属于碧月修花痣 因为这颗智藏得很隐秘 若是不留意看 或不打理头发 是很难发现到的 说明此人贵而不显 平时作风低调 却局属投足 处处很有教养 有贵族风范 相书中有云 发中有智逐富贵 一生不愁吃穿 就是说 头发中生有善智的人 有与生俱来的好运 父母和睦 家庭氛围和气 从小不只能衣食不休 也能吃苦耐劳 平时会积累好运 关键时候 总有贵人出现 帮助转为为安 天生命格非凡 而后天多加努力 富贵只日可待 二发中有智佛缘神 发中有智的人佛缘很深 自身由于前世的功德善业 导致今生能够佛光照耀 贵人运望 这类人从小性格均匀 乖顺听话 为人勤恳 欲试想得开 懂得幻眉思考不焦躁 且懂得开源节流 待人诚信友善 能结识不少伯乐 随着年岁增长 田产风财运足 且能够存财 甚至能够收藏到一些珍宝 较容易取得贤气 日后子孙后代更是占服 贤孝更是一代富国一代 家族繁荣 三 同顶忠心有志的人 天生运气好 头顶正宗心有志的人 天生自带好运气 生活条件优越 一生过得平顺幸福 这样的人 他们的发展机会很多 并且能够自己努力 抓住机会 奋发图强 能有很好的发展 大都是一生富贵 即使没有很好的条件 也能够自己创业 事业前期能够自己摸爬滚打 从底层做起 一步步积累 就能成就大业 而且这类人贵人运很强 有很多贵人帮助他们 且自己也懂得利用身边的资源 属于和气生财 哪怕生活上遇到灾难 也能大难不死 女难成祥 据说头顶的这颗质 往越往中间靠 运势越好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注我 和我一起说